《小米港股》第十集 好耶 第十作啦 今天看我们的造型就知道了 聖诞节就有聖诞造型 唱一首聖诞歌给叔伯兄弟听一下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好耶 懂得唱这首歌有三十岁的 所以就 免费暴露你的年纪 今集我想讲讲圣诞节 叫做圣诞抑旧 那当然是讲讲以前的东西 为什么会讲以前的圣诞呢 就好像我觉得近年 香港的圣诞气氛就好像不及以前 你这么年轻去哪里玩圣诞节 从小说起来 小时候就 我家里本身就不对圣诞节有什么大感 你是不是那些耶诞的人 不是 家里信佛教的关系 所以对西方节日就很冷感 很冷感的 直接不会吃什么圣诞大餐 交换圣诞礼物 由小到大都没有这件事 唯一就是放假的活动 就是在家里开两台 打麻雀 是的 打麻雀就不分之日了 是的 你们基本上 你们那个麻雀馆 那个比招值靈 像鸡妓那样 是不是 像鸡妓那样 其实就 玩呢 年轻人 我真的想了解 现在年轻人 有没有出去谷 嗯 讲到中学的话 就会一班同学 约上平安夜出街逼 但是不知道逼些什么 就是一堆人去吃完饭 就是可能打火炉 就是那时候刚刚很流行 刚刚开始流行放蹄打火炉 有些酒家去做这些 那一堆人柴娃娃 讲到近代 有没有放蹄 不是啊 都十几十二三年前 十几年都流行放蹄 有肯定有 那时候叫任食不是叫放蹄 哦 其实就是为什么今集要讲一下呢 就 话说就 看一些报章呢 都好像 都没什么说呢 就是 你知道往时早 就是我们今集真的很现成 真的盛蕾子龙 那我就好像留意很多报章呢 都没说 昨天尖东有多少人啊 中环有多少人啊 嗯 南桂坊有多少人啊 都好像无角空 聖诞节好像少一些 通常是倒数那一天才会多些篇幅 以前会讲的 因为以前呢 我小时候大家不知道有记不记得呢 以前呢 灯色呢 就是尖东那些灯色啊 嗯 一开那天呢 无线新闻呢 是最前那三段新闻其中一段来的 我这个我有记忆 很麻烦 以前灯色不是开玩笑 现在 你们去不去的灯色都不奇怪 可能你家的灯色比尖东 你家有钱的吧 对不对 因为那些 可能LED灯便宜 你家可能都会什么 但以前很有趣的 灯色那天 正式 开幕那天呢 正式灯色呢 亮灯仪式 对了 就会很多人说 报纸又会灯 最现实的TVB新闻 那天会有前三宗新闻 喂今天呢 尖东正式了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那些人就那天开始 大家知道了 聖誕节 是啊 那大家要出去尖东了 要去捕了 接着又会比较中华的灯色 可以吗 今年是中华赢 还是尖东赢 以前有这样比较的 嗯 但是现在就好像 尖东差不多 我真心说 聖誕节都会有些人出去 但是已经肯定不是以前的 那个尖东 现在百分之一百的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你苦心自问 你上一次出尖东上班 不算 你上一次出尖东是什么时候 你不要算上班 如果你在尖东上班 或者在尖东上班 那你就没办法 每天都出的 但是如果你不在那边上班 因为我住在佐敦区 活跃范围都是由尖旺区 但是尖东那一棵 真的比较少 他就上两个月左右 我都很久没去过 那都是 对上一次就去看了一个博物馆 他有一个历史博物馆 就是那头 那顺便经过就吃饭 就去过那一次而已 接着都没去过 因为尖东就老实说 无论disco 夜总会 夜总会 就是那些 观乐场所都在那里 那你都会 相对尖东是旺的 是 现在尖东都可能都会旺 但是比 就是盛事 就是我都会晚上去博物馆 看深夜场 或者坐三点半场 是 那 都会大家就少了这些 那 其实是不是 为什么会 香港突然间 其实 你说香港人不重视圣诞节 又说不说去 又不是 又觉得 但是 整体那个 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现在要跟消费模式 我想 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 我想近这十年八年 大家要 都不是十年八年 我想近这四五年 有样东西大家都要认识 香港是全部所有的活动 都商场化 是 没错 这个是真的 就是我们不会再去 care 你去尖东 就是 现在你觉得很多东西 你都知道 你一个商场就已经可以搞定 一条龙服务 是的 一条龙 那你会觉得 特别舒服 特别 简单 是 就是你可能那个 唱剩司的商场也搞定 是 随时你可买 买碗五个 就商场送礼物 免费泊车 就是 现在我们所有东西都商场 但是就变了 就是 以前我们会沿着 这个 新世界中心 后面 由新世界中心 开始看 一路数 是的 你够姜就上 荔精酒店 现在荔精也说了 叫做周制 那 我不知道 你会沿着那里一路走到尖东 那你会看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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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I 那我应该怎样怎么看 但妳会一定 那 现在的 相机 那样 Rare 但你留意社交網站 就沒有人在燈飾面前拍照 這是真的,真的沒有 有人拍攝食物 你發覺很少人會在社交網站 現在拍照這麼便宜 不用錢的,你回家充電而已 就像我吐著大熙哥很喜歡拿一部機拍照 那拍完就拍了 但你不發覺這幾天 由過冬過後 很少見到 這些所謂燈飾的照片 都少 反而我的年齡層就是 我們今天聖誕大餐聖誕聚會 全部都是拍攝食、拍禮物 這個就晚點再說 就是奇怪 大家其實好像忘記了聖誕 但其實你家裡有貨的話 就像你家裡有貨 那就會整棵聖誕樹 那就是 但是 沒有這些事情 都很少 現在很少聽了 對 我也留意 燈飾這件事好像 不覺得有人寫的 那就奇怪了 這件事真的很古怪 整個不知為何香港人好像突然間 好像遺忘了 我們會拍燈飾 真的不知道 現在拍照便宜了 以前我們反而有相機的時候 很多農友都會去拍燈飾 我們都會 即是拿一部傻瓜機 明知拍出來都可能over 或者黑一點 我們都會拍的 那時候我們小時候真的拍很貴 是的 我小時候都拍了 簡直是拍照變成一個家族的活動 一個聚會 是的 即是早上很多年 都還和我老婆在Landmark拍攝 那不用你 Landmark 入去 很偉高 即是Landmark都要 無名牌 名牌都會去拍攝 但近年真的沒有 我想留意社交網站 有沒有朋友你會去拍攝 今年什麼燈飾 沒有 報紙有沒有寫 沒有 有沒有人出去 有的 話說我坐的士 昨天有個的士人都說 尖東都封了路 原來尖東有封路 是的 尖沙咀有封路 昨天天新聞也有說 蘭桂方 不過不是說蘭桂方多人 是說蘭桂方的食肆 那些老闆說很難做生意 他說那些 即是你這種人 很喜歡比較菜單位 為什麼 不知道 香港人現在很喜歡比較菜單位 他不會立即回覆你 訂不訂這間餐廳 他要看很多天 最後才會回覆你 最後才可以得到這單生意 是 周圍隔價 是的 而且近年 這個燈飾又可以說到 近年就遺忘了一些東西 叫做聖誕大餐 沒錯 不知道是否因為現在的餐廳 搬上商場 十樓 八樓 九樓 是 但是通常都不是開餐廳 就是說現在近年是流行什麼呢 流行我和大希哥最喜歡吃的那些 就是任喝任吃方泰 沒錯 真的少了 你不覺得現在真的少了餐廳嗎 餐廳我不是查餐廳 是餐廳 我同一次 是餐廳 不是查餐廳 那我就到處找了有沒有查 高級的那些我不敢說 半島的那些當然有 半島的那些 半島的那些 那我走了很多間餐廳 今年 有沒有吃難的? 去到西環那間 好像叫尖尾 那間就有了 昨天經過 想吃 但是就 我老婆一般的 沒有吃到 那麼周圍在九龍再找一下 九龍原來發覺餐廳真的少 要不你就幫助那間 以花園為名那間 是 鋸扒那間 那間 反而有一間 你猜不到 是一間茶餐廳 這麼有趣? 是的 就叫做華X 或者X康 這間反而有 我有做Research 但是以前我們小時候 就通街 我覺得現在餐廳真的少過以前很多 你知道嗎? 有你也開藥房 開金號 開什麼餐廳 這種典型 這種西式的餐廳 近來香港 真的又少了很多 已經變成 以前老實說 餐廳 那你有餐廳 其中一年 其中一個找吃的東西 是 一定是聖誕大餐 老實說 你不是那時候 你怎麼會吃火雞 你怎麼會吃Turkey 還以為是土耳其 你怎麼會吃火雞 真心說 老實說火雞 老實說真的好吃 那個大哥 我都非常佩服你 匪夷所思 你可能要找阿鼎爺 李嘉鼎 煮豬火雞 可能好吃 即逢火雞這麼粗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好吃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好吃 吃個氣氛 是的 其實大家都要留意 現在茶餐廳 通街都是 茶餐廳現在很普及 在香港 即是 他連茶餐廳的普及化 就到了什麼 即是 即是現在連酒樓的事情 他都做了 只是沒有點心 即是炒菜吃飯 即是我和大希哥 經常去 即是我們的導演 大希哥 我們經常到處去茶餐廳 我們其實還沒撕腳棒 大希哥第一句都問你 今天炒不炒菜 他都會問我 炒菜 我說炒不炒 那我蒸水蛋 你可不可以去茶餐廳 會蒸水蛋 即現在其實 我們 因為那個地產的那個興望 或者自由行來 你叫自由行去幫探餐廳 即是西餐廳 其實都很廢而所思 因為我們小時候很厲害 有一次我講過 我們小時候真的有錢 真的要去奢利哥夫吃 這個我有聽過 這間餐廳 車底哥夫 你家很近 在山林道 你家裡走過去 大約十分鐘都不用 現在車底哥夫也有 不過 只是餐廳那部分沒有了 只是做麵包 就在聯合廣場 以前很厲害 那些什麼紅寶 紅寶的餐廳也有 太像 以前我們小時候 很多餐廳 都會做聖誕大餐 即是封劍尤人 連我小時候 屋邨也有一間餐廳 現在收拾了 都做不住 連我家裡的屋邨餐廳 都有聖誕大餐廳 平民也有 高級也有 這兩天 大家都在社交網站 不停碰到愛丁堡餐廳 當然是幾十年前 一間銀工餐廳 在彌敦道486號 大家都看到 9.5元 一個聖誕大餐廳 有人說 如果拿9.5元來吃 那個年代 那時的電話號碼只有5個字 你也可能找一個水 一個月 9.5元即是十分一人工 以你現在二萬元 你都不會拿二千元吃個聖誕大餐 但那時那些人反而會拿 十分一出來吃個聖誕大餐 那種對聖誕大餐的需求 現在你吃 以米妮小姐 你這樣的身份 浪費三百元吃個聖誕大餐 你都覺得很普通 如果你吃得起 我們的導演大喜 覺得國耳民 還是民以食為天 當然覺得吃得起 但是去哪裏吃呢 即是我們有時候 你也會好些 因為你是老婆 貴族 你會去傾向千山 我們給我們尋找 不是說隱世衣說的 隱世聖誕大餐的西餐廳 有時候我問大喜哥 佐敦有沒有 大喜哥 我要Google一下 旺角有沒有 因為你光顧花園 但如果你不想去傾向花園 好像挺困難 我剛才說的那間茶餐廳 但那些茶餐廳 通常西餐廳有個特色 大家可以留意嗎 那一天 就是鋪那條筋 那一天 那餐筋 你說好聽 什麼筋 你這樣說 很黑色幽默 對不起 其實茶餐廳有個特色 大家有沒有留意嗎 你問大喜哥可能知道 他經常跟女朋友 以前約的女朋友 是比較黑的 是 燈光暗 是不是 你去茶餐廳 就說到你媽媽不認得 你看不到那些字 根本你基本上是盲的 哈哈 但是呢 西餐廳的特色就是 他會做些私情玩意 可能會弄一顆蠟燭 弄那些燈 弄點火 就是整色整水 那些 那些 古代那些 吹色的蠟燭 整個都黑了嗎 不會的 是整色整水的 有情調 還有你剛才說得對 是有桌布的 明白嗎 是啊 西餐廳是有桌布的 茶餐廳是沒有桌布的 是啊 茶餐廳那個人 是拿捉瘟好安 捉瘟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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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的 近年 我想 不知道為什麼又是 就是 香港那些 找一集我都會講 食的文化 轉得很緊要 我經常開玩笑這樣說 京賽近年都 香港就適眉 只剩下兩三間 以前通街都是 嗯 上海賽又是 除非你吃生煎包 那家就很厲害 如果你不吃生煎包 純食上海賽的 什麼三六九 以前三六九 那些什麼一品香 通街都是 現在又少了 這種西餐廳 不是很高級的西餐廳 你不用考慮 那你就要去跑馬里吃 你去Am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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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當然還在 人家 那些 那我說 其實我們經常去那些 中下級的西餐廳 以前香港有很多選擇 尤其是一到聖誕 你真的會慕名去吃 是 但現在又是少了 不知為什麼 茶餐廳通街都是 不知是否留下這些 這些餐廳收拾了 大家 就變成了藥房 或者賣金那些 可能是這樣的 你會覺得少了 或者人家覺得 唉 反正都是一班人出去吃荒題 吃荒菜 也很傻 舊綠水 吃到你媽媽不認得 吃到咬 是不是 如果有和牛 我還不拿去咬什麼 我真的撲到一三塊 我都吃到死了 就是少了 是 不知為什麼 這個又是 一個很 這個傳統又開始 隨著經濟的轉型 西餐廳香港 即是高級 高級的那些 你們剛才說了 高餐廳 fine dining 是呀 尖沙咀也會有些 是 我想銅鑼灣那間 在你舞台那間 那間新寧 應該都還沒收拾 那間應該還沒收拾 但是其他 中下型的西餐 香港真的 我覺得 不太多了 如果要說 很傳統的那隻 西式 就真的不太多 可能現在轉型 變了多做咖啡那些 即是有三文治 意粉 什麼都包抄 變了那些 會多過傳統的西餐廳 那些 我一心說 那些是不適合的 我們現在是想吃 聖誕大餐 即是 開始有什麼 中間有什麼 其實聖誕大餐 有什麼意思 是有十個八個來吃 即是可能你炸到六、七個 即是大家經常 即是現在在四家網站 再鋪回 我以前的老師 有五號的 我一定沒有餐廳 和人工餐廳 你就知道 大家都在免壞那張照片 就是為什麼 因為現在真心說 你是少了 有些不正宗的 你去說 那間茶餐廳 他也要求求幾歲 嘩 不是便宜 不是便宜 但是你會不會去茶餐廳 不是說不好 而是 感覺就不是那些 沒有氣氛 是的 即是你這麼光晚吃 我可能這麼說 很光晚吃這個聖誕大餐 又好像被遺忘 還有一件事 是沒有很多聖誕電影 聖誕電影 西方的 都少 近年少了 香港就很久沒有出過 不知今年 你問問我們導演大希哥也知道 逢竟這個時候 那些什麼炮谷台 有什麼網 聖誕期預結糧員 今年有沒有回到 因為他很喜歡看的 他看了一些舊戲 又回到 那就是又回到 我們以前 因為 香港電影 聖誕大當期 但是今年全世界的電影 都好像 整個 過年 即是那些什麼 《捉妖記》 不關於那套 《妖零零》 當然有張國榮 但是這裏有陳百強的 主題曲就是 陳百強的《等》 《寂寞到夜深》 《夜以漸荒涼》 我很記得 那時候會專門 叫《聖誕快樂》 很重要 我們每年都會期待 今年 香港片哪一套 聖誕檔期做 現在沒有 很萎縮 香港片已經去到 有一套 有得透映就很好了 我想沒有 近很多年沒有做過 都說當年 林子祥 張曼玉和陳建 這套聖誕期遇見樂園 即是德寶電影公司 我想每一年都會 一定拿來翻做 或者聖誕快樂 即是那時候我們聖誕片 是其中香港的一個主流 即是我們會聖誕 聖誕看什麼戲 那現在聖誕當然要看那套 現在這陣子看什麼戲多 《晶園聯盟》 做完什麼 即是可能還是還要看這些 我想 都 或者看那套 東方列車 東方列車那套 即是 專利特譜那套 但香港片是沒有的 沒有 還有 好像變成了聖誕檔期 都是卡通片 小朋友看的戲多 但不是 我們香港沒有 香港也沒有 以前最厲害的就是麥兜 現在好像回了堂 麥兜也要過年 通常都聖的 他都聖的 即是現在香港 連這個聖誕檔期都沒有 以前我們真的不會 我覺得 我有時候 勉懷 即不是說以前一定很大 但你說剛才我說過幾樣 即是好像現在聖誕 其實一定幾樣東西 包在一起 唯一就是可能公司 都有交換聖誕禮物 都可能會唯一是這樣 其他就已經是很少 做這個 令聖誕很有意義的東西 即聖誕可能 第一 現在可能人 即是可能我這樣說 去到尾 可能因為現在整個 消費模式都變了 第一 你有課的 就是日本 當然是日本 東京 大阪 那些就是過聖誕 白色聖誕 是的 是的 你買的那些白色戀人 都特別 都特別 是不是 那些就是現兜兜 就是日本買的 即是可能消費模式 大家喜歡外人了 是的 未必一定要留港消費 第二 現在留港消費 多數都是商場化的 你不去商場 根本你都沒有消費 你不會去 第三 即是吃聖誕大餐 我想很多千禧後 都可能沒有吃過 即是十幾歲的 可能都不會 你不必吃 你寧願當然是去吃放題 大佬 是的 即是不知為什麼 那些麻辣佬 好像我那些人 不知為什麼 一定要去打火鍋 我又不太明白 一定要去打火鍋 即是覺得打火鍋才是最 最划算 是的 其實打火鍋 我不明白為什麼最划算 但是 那些人又去 又沒有了 即是你說像中下營的 西餐廳 香港又真心說 又是食味 不多 嗯 即是可能 由城市的幾十間 即我小時候依然銅鑼灣 有一間叫澳洲餐廳 一間叫法國餐廳 很簡單的 即是在蘇哥後面 落黑道 我小時候吃很多 收拾了 是吧 那麼 坐大一些 你說車的哥夫 又收拾了 即是 沒有做了 現在 即可能要去到土瓜灣 什麼哥登堡 我那次坐車經過 還沒有收拾的 即是他們是一些 中下營的西餐廳 嗯 就希望 其實香港也是 不知為什麼沒有保留 不需要保留這些東西 反而現在 可能要吃那些什麼雞煲 那些 通街也是 是 整個食物文化 但是 在西方治日 你又竟然會吃雞煲 又是 一奇麗 搞笑 我覺得 就是 都是街 但是你不會吃那些 雞煲不是火雞 就是 可能你說 什麼所謂 現在淡化了 你說 你想娛樂 看電影 連一套 我那天以前 哇 真的聖誕也是個大港期 你找到 刺養一些的港產片 就沒有 找到 刺養一些的港產片 也沒有 就是 我已經不貪港產片 找到刺養一些 是為聖誕節而做的 大型的合拍片 沒有 好像 內地都不太注重聖誕節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沒有 那你 你看到怎樣擋 不是 就是 上海 北京 深圳 這些都會抄襲 因為有一定的消費模式 哦 是 你去 如果你有機會上深圳 去萬象城 看看 或者去 大型商場 深圳和香港 其實相差無幾 那些玩法 是 就是 你去萬象城 看看 究竟 有沒有聖誕節 去聖誕樹 一定比香港更多 放在這裏 就是 火樹人花更誇張 但是呢 就是 他們不認識不期 因為他們開放了十年 我們不是說 大陸的人不聰明 而你開放 他都是近這幾 近這 九十年代開始 就開始接觸 比較多些西方文化 近年 這個消費模式轉了 但是 他們不認識聖誕 真的不期 因為 沒有受過英國人統治 香港就受過 當然你經常說 以前都說 你幹什麼 但是我說整個 氣氛 明不明 是 沒有了 我想都是 這次 我這一集 小米講故事 就是 免了回 就是 小時候 這個 整個聖誕的感覺 你想聖誕大餐 到你想看聖誕電影 到你約朋友 扶路攜友 打算去看聖誕單式 幾樣都沒有 現在你沒有辦法 你唯有 你去聖誕 唯有什麼節目 就約一會兒我們讀完節目 大喜哥 我們約一會兒去行公展會 但這種是不是真正的 慶祝聖誕的模式 幫助家姨媽媽 買到品牌的電器 買個燙豆 是不是這樣 我們都是 乖乖的 我們現在空有聖誕節的假期 各方面 我們沒有了 聖誕節裡面的內涵 是沒有了 我們不是假裝那些西方 假陽鬼子 我們不是假裝那些 但是我覺得 好的東西 我們應該 就是要 繼續留在這裏 而不是那些 就是 我們要減一些 又加一些 但是加了那些 又不類不類 現在不用吃火雞 吃雞煲就行了 辣的東西 辣的東西更好吃 燈飾 看來做什麼 我家裡的燈飾 用這些燈飾 比外面的燈飾 電影的 洗蜜 我家裡有盒子 什麼東西 電影都要看 但是 整個 氣氛 我今年覺得 可能是人到中年 很淡 都相對地 所以我問一下 你年輕人 相對你很年輕 就是 你那個聖誕模式 是不是會不同 所以這一集 我就想想 以前聖誕是很開心的 那個 除了你說有喝酒 各方面 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 整個聖誕節 那個模式 其實整個系列 看燈飾 我剛才說了 好像香港自己 那一套的聖誕節 沒有了 是啊 可以這樣說 你說剛才你說的 你心目中 還有幾間西餐廳 中下營那些 你不要說高級那些 還有幾間 就算高級也不多 酒店 你加上酒店 都不會很多 就是 很厲害的 我們小時候 很厲害的 西餐廳 小時候有七重天 大哥 誰不想吃 那也是 如果 現在來說 最貼近 以前那隻西餐廳 我想會不會 真的剩下太平館 算不算是 太平館也算西餐廳 只有太平館那種 做事 即是煮的方法 你可能 你去吃瑞士汁 是的 你未必去吃西方的東西 都是比較特別 那就是 就是 小米就是 今天 就是想起聖誕節 聖誕抑九 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 繼續 小米講股 看看到時候講什麼 好 拜拜 拜拜